警方继续调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X串谋诈骗杠 有立法会议员说如果资金去到境外 受害人难以拿回船室 认为证监会应该更大力度推行相关宣传教育 警方接获千多宗涉及JPEX的报案 投资者无法出金合共超过12亿 有没有机会落回投资呢 去到境外的时候我们是比较难去追查 拿回一些失去的款案 代表会计价的黄俊社又认为 规管虚拟资产的法例今年6月生效 设有1年过渡期 原意不希望一刀切规管 等不同的服务提供者 慢慢淡出市场或申请牌照 证监会核下的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 提醒投资者虚拟资产的风险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犯罪分子的手法越来越高明 有必要加强法律法规规管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